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今天的星际和平播报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冰封世界亚利洛六号重新传来通讯信号 星球原住民获有生还可能 恶兆先锋向希格玛三号行系发出警告 恶性弑归细菌存在向该地区传播趋势 博时学会武装考古学派 在海尔雷星发现一微缩星系 相关工程正在持续进行中 荷尔斯太阴大静默被证实是冯化工所为 巡海游侠宣布正在追查失窃记忆下落 以下为您展开详细报道 日前 据星际和平家电亚利洛片区分店某销售员消息称 冰封七百余年的亚利洛六号表面再度传来通讯信号 公司对此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对该信号进行了深度解析 根据信号内容 亚利洛六号原住民在数府破季前的浩劫中幸存至今 并于不久前在一群无名客的帮助下成功结束了大汗潮 目前公司方面已派出相关人员前往调查亚利洛六号现状 让我们祝愿幸存者们尽快回归存户的命途 恶兆先锋于近日同星际和平公司取得联系 向公司预警了即将来临的灾变 该派系成员委托公司向西格马三号星系发出警告 在柔二号星系大规模蔓延的恶性弑归细菌 存在向该星区传播的趋势 据博士学会有关专家表示 此种恶性细菌可以通过剧烈的生化反应 将绝大部分硅酸盐及硅氧化合物中的硅原子剥离 并供给其自我复制 藉由此种生物过程 该细菌会分泌一种具有强腐式性的生物膜 若处理不当将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星际和平公司再次呼吁 该星系的机械生命领导人 应尽早尽快制定应对政策 防止人身财产安全蒙受损失 并遏制疾病的进一步蔓延 博士学会武装考古学派华氏人 在近期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海尔雷星分队在星球南回归县某洞窟中 发现了一微缩行息 据称该分队在当地山脉开展爆破工程时 在剖开的山体中意外发现一容器样建筑 调查过后 该分队确信其中存在已虚数亚空间场 并确认了其功能 海尔雷分队队长向公司介绍 该亚空间场实际上是一微缩星系 且该人造星系中很可能仍存有居民 目前 海尔雷分队正在进一步持续开展相关工程 试图与亚空间场中的居民取得联系 星际和平播报将对此事进行持续报道 某不愿透露姓名的巡海游侠声称 琥珀2157纪初期的荷尔斯泰因大静默 是由焚化工所为 据可靠消息 小谷不法分子通过某种特殊手段 将荷尔斯泰因星系全部居民 有关语言的记忆全部窃走 因此 失去了语言记忆的荷尔斯泰因居民 忘记了如何说话 导致了该星系痊愈静默至今 在星际和平公司的帮助下 该星系已可通过书面通用语进行简单沟通 本次播报到此结束 请在指定时间收听下一周期的星际和平播报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